古老经文挥荡空中 隐隐烛光下带出一股诡诀气氛 幽暗里闪烁着一条银白金线 一端缠绕在女子头上 另一端则是在铁木尼师傅的手心 这是一场穿越神与鬼之间的法术 据说施法后能就此改变命运 来自台中的单亲妈妈小如 从三年前开始 原本稳定的业务工作出现问题 与男友经营小本生意 却陪本收摊 脸带陪上两人的感情 最惨的是遇上车祸 穷到只能和朋友借钱过日子 为了改变人生 小如找上精通泰国秘法的 铁木尼师傅 进行了一场耗时两小时的 改运法术 九样水果 对 然后还有九朵花 还有大师傅最喜欢的 就是烟跟酒跟槟榔 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用的 就是镜头还有梳子 还有我们有时候会跟信众讲说 提供自己的保养品化妆品 然后要不然就是香水类的东西 然后我做完大概回到台中吧 大概20天左右 我购物的开始进账了 虽然刚开始金额不高 可是是可以让你足够过生活 还会有胜的 再过了几个礼拜 我在网络上抒发一些事情 然后放了一些照片 有一个男生 我跟他不是很熟 但是就是在网络上有聊天 但是也见过他本人 然后他也是在经营餐业的 他突然跟我告白 短短一个月内 小如原本悲惨的人生 像是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 不认事业 爱情都逐渐转好 从借钱度日到现在 月入将近10万元 就连与父亲多年的僵持关系 也莫名的获得解套 我以前常常会跟我父亲吵架 他讲一句我讲10句 他讲10句我跟他讲一句 然后就是两个就是脾气很冲很冲 对 可是现在不会就是用沟通的 根据铁木尼师傅的翻译解释 这改运法术是结合人生的财运 爱情与人缘 能量相当强大 不是谁都能识做 只有被师傅认可 正逢人生最低潮的人才能进行 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每一场法术 都是以特殊材料 改变特定的浴室 他是贴在脸上 然后他需要108片的那个金箔 对 那金箔在泰国来讲的话 他们是说是网约的 眼前的招贵人法术 伴随南南咒语 铁木尼师傅在师作者的双手 绘制招财与手财的符咒 接着一路从手腕贴到全脸 包含舌头 共贴上108片 纯度95%的金箔 眼前又是涂油又是贴金 采访团队乍看还以为 是女版的十八罗汉现身 翻译赶紧说 别小看这仪式 因为做了不仅能招贵人 甚至还有人因此月入百万